好,各位,现在小老弟老铁门就来了 那这一集呢,来跟各位分享那个灰指甲的部分 那我之前有分享几个影片 就是灰指甲怎么样治愈的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等过程 那我会把这个灰指甲这个治疗的方法 我自己的方法 我成功的把我灰指甲搞定了 这个方法 我会把这个连结跟什么附在下面 然后另外呢就是 会再跟各位就是谈一下我的过程 再讲一点详细的部分好了 因为这个影片出来的话 会有很多人去有很多的问题 那今天这些我就把这些问题再整理一遍 因为太多人在私讯我或什么 其实我有点累了 那其实我是认为像有一些小老弟或一些 我认为啦,第一个你要有礼貌嘛 你在询问人家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一些人很没有礼貌 我是不会很想要理他 第二个就是人家有一些小老弟妹 人家是有付费来咨询或一些什么 我觉得非常客气和什么 我都不会吝啬把方法交给你们 可是我认为有些人 如果你自己没有试过 或者是你根本 你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什么 那你就不要试了 你既然那么厉害 你既然有办法成功或什么 你就把你的方法 你也拍成影片让大家去分享吧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过程的话 如果你们今天有人已经有成功或什么 我会非常乐意你提供你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 我是觉得你讲那些有的没的都是没有用 还有就是 我认为如果你真的涂药或用一些方法有用的话 我相信你也不会来看到我这个影片 你也不会想要试看看 或者是 其实我自己之前就是有用药或什么 不过没关系 我自己我还是会把各位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就整理六个就好了 我就做一个恢复 那我会希望说 如果你之后还要再问得很详细的话 我可能就是 你可以在我的简介部分联系到我 那我可能就要收一些咨询的费用 不然我觉得有些人 你就是一直 你在索取或一些要求我们提供你好的方法 可是第一个我觉得你很没有礼貌 第二个 我觉得我跟你讲有的没的 你还不会相信 或者是你还一直在反驳或什么 那我就要收取费用 我认为 我要把一些好的东西留给一些 就是我觉得 真的是真的想要去治疗好的这些人 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先提一下 就是说这六个方法 不是六个方法 这六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最多的这个灰指甲的问题 那等我一下 我先把一些设定 先把它设定好 好 好 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 有很多人第一个就问说 我那个影片 有一些人他就问说 我那个影片 到底是单纯的指甲淤血 他就说 你那个是打篮球 指甲的鱼血 黑青 就是里面流血 那他长出来就是消除了 你这个根本不是灰指甲 所以他最多人问你说 你那个影片乱讲 你那个影片应该是鱼血而已吧 你那个不是霉菌感染 不是灰指甲吧 那我必须要跟你们谈的是说 如果不是灰指甲 我干嘛要拍这个影片 如果是只是指甲的鱼血 那还用甲吗 你就让它长出来 它黑色的地方 流血的地方长出来 剪掉就好了 这我还要教你们吗 所以就是我会去拍这影片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我的起因是因为 我去打球 我以为是指甲鱼血 我以为是单纯的指甲里面流血 或一些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去 不管是擦药 然后去涂药 或一些什么 我发现指甲整个变色 变烂掉 变黄变什么 我是去诊断 诊断出来 它是跟我说是灰指甲 不是说我自己打球 所以我这个影片在讲说 你们要去看我的内文 或一些什么 但是我会发现 为什么 你如果今天你是常在运动的人 你常在打球的人 或者是你常跑马拉松的人 或什么 为什么你这些指甲鱼血的人 或一些什么 你很容易得灰指甲的原因是 我那时候也才发现 就是说 当我的脚有受伤或什么 我觉得很容易被细菌跟黴菌去感染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很爱打球的人 或一些有的没的人 你一定是指甲有可能有伤口或什么 所以产生了黴菌感染 这就不是单纯的说只是指甲鱼血好吗 所以这些人 你不要再一直说什么 你那个只是指甲鱼血 我就跟你说 我是去有医生的诊断 说我是灰指甲 于是他给我用药 还要给我抽血 还要给我什么 就是反正就是一段的疗程 可是都没有用 所以我是跟你们讲说 我是有去给医生去诊断 是说有灰指甲 而且我擦的药就没有 所以我第一点再讲一遍 我的影片 你们去看我的影片 我虽然是讲说我运动 我只是讲说 我会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 是从我很爱运动打球的时候 我发现我指甲黑掉了 那我单纯以前以为是 就是说有流血吗 或瘀血 那我会认为是说 整个指甲都变黑色灰色 我就你可以拔掉 或者是把它磨掉就好了 可是你会发现 不是那么的单纯 当我发现我那个指甲 你如果只讲那个瘀血或什么 它长出来你剪掉就好了 我会发现 它整个是里面就坏掉了 所以就是应该是我里面 除了瘀血以外 我还受到了感染 所以我在这边强调 我的影片不是只有瘀血 如果只是有瘀血 我拍这影片干嘛告诉你们 就是每个人都知道 你那个受伤长出来 剪掉就好了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我是有诊断的 OK 那第一个问题 应该不会再有人在问了吧 第二个问题很多人在问 说你那一个机器 这个是在哪里买 我建议你去虾皮找看看 因为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自己在卖 我也不是在卖这种器材的 我也没有用这个赚钱 我也没有干嘛 我也不会去替人家广告 因为我也没有接什么业配或什么 但是我认为你去虾皮找看看 看有没有 因为我是在很久之前买的 我那个叫做 你可以在上面讲磨脚皮的机器 我的机器是非常老旧的 你等我一下 我的机器 我的机器是长这样子 它是一个磨的机器 我的机器是长这样子 它是前面有头可以磨 它可以这样子打开可以磨 哇哦 这个没有电了 就是一个磨 这边可以磨 这有两段是打开 可以去磨 不过我这个很久了 这你要找看看 这什么牌子 我也不晓得 什么Easy Clean 这是在磨脚皮的 然后它这个有头可以换 那你们我建议你们可以去虾皮找看看 有了有了有电了 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它可以转这样子 然后它就可以去磨你的这个皮脚这样 它就有这种屑屑 所以就是这种东西 而且它可以磨 像这2009 这个 这不知道几十年前的 这我很久之前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你们去找看看 去虾皮找看看 所以我没有在卖这个东西 这机器去哪里买 你去虾皮找看看好不好 第二个要不要消毒这个器材 或清洁指甲 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状况 是我这个 我没有去消毒 或什么 你甚至可以看到 你看这上面有时候流血 或什么黑黑的 就在这上面 那你们会说这个会不会很脏 或不会有细菌感染 那我必须诚实跟你讲 我在做的时候 我当初没有想太多 我就是去磨 所以我并没有去做清洁 也没有做消毒 然后 然后 我那时候 有这个病变的指甲 有 大概 初期的话是有三支 然后到后面 就会比较多支 但是我都去磨 就变比较好 那有些朋友说 他已经九支了八支了 那即使你也不用消毒 因为你八九支 都已经 都已经那负责性了 我觉得应该是感染 不过如果你真的会怕 你就是去消毒或什么 那你就去做 那这个部分 我不是医生我不懂 我也不会怎么样 你们要去问说 怎么样做清洁跟消毒 但是我痊愈的过程 我必须要跟你们讲说 我真的是随便乱弄 我根本连消毒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把它磨干净 磨掉而已 好 那第四个就是说 要不要去擦这个点酒 或优点 点酒跟优点 很多人都在问说 把你那个没用 真的有效的方式 就是说指甲去涂优点 或涂什么 或者是说磨完了 要不要去涂 那我会很好笑 为什么我说我都不会涂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都很想要 穿假脚拖鞋或穿拖鞋 可是我的那个脚趾很丑 你今天你再去涂优点 我不知道优点 到底有没有用 可是我觉得我涂下去 我那个指甲整个变咖啡色的 优点去涂指甲 跟涂脚会非常的丑 就是很丑 very ugly 就是我那个脚趾已经很丑了 你又再涂优点下去 整个脚就很丑 指甲很丑 好像很黄黄烂掉的 我根本不敢穿出去 所以我那时候的状态是 我虽然指甲这样 我还是很希望说 我能穿拖鞋 能把脚露出来 所以我去把它磨干净的时候 我磨干净至少我穿拖鞋 或什么人家看不太出来 因为我磨得很干净 所以要不要擦优点 我是不建议 因为你擦下去 你的脚趾就很丑 因为它有一个色素 你的脚趾就会变土黄色的 甚至有的土更深 很丑啊 所以我说不要 不是说优点到底有没有效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 但是就是很丑 第五个有的人说什么 泡醋啦 什么擦药啦 买一些药啦 或什么醋酸 百分之多少去涂什么 说不要泄气什么 三个月还几个月就会好 我根本不会用这个 因为我擦药 用一些坊间的 我之前有稍微试了 我大概试个一两个礼拜 我就冻不掉 因为第一个太麻烦了 太麻烦 我整天在那边点药 在那边擦药 在什么 还要再买药 第一个花很多钱 没有效以外 我怎么有时间去泡醋啊 你在上班的人 你还有时间泡醋吗 你还要买醋 还有你买那个什么醋酸 什么百分之三十 这个都太麻烦了 我今天拿一只这个磨脚皮的刀子 我洗澡完 要睡觉前 这样磨一下磨一下 有时候出去磨一下 我什么都不用做啊 我这个最轻松 我干嘛要用这种什么 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所以我会发现 我这个我才不想要去弄 但是你说我前期被准断出来 我是都是用药啊 我都有擦药啊 还有甚至广告的什么滴下去 说什么一个礼拜就见效什么 还是什么坊间什么药 我都去涂 都没用 所以就是这个 我建议是说 就是有的没的 有的没有的 有用吗 我是不建议用 如果你要去用好啊 那我就希望你有成功的人 不然你就拍个影片嘛 或者是你请一个有灰指甲的 你就把它用嘛 再来就是说 第六个事也是很常人家问到说 他磨到底脚会痛啊 就是说他磨一磨到底要磨到什么程度 如果那个都已经磨到这个指甲的这个底端了 那磨会痛 会流血怎么办 那我必须要跟各位讲说 你如果磨到他很底的话 你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要去看你的指甲有没有干净 你磨的地方有没有 比如说我这边黄黄黑黑的 我就把这一块磨掉 磨干净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磨到最底啊 那如果你发现你磨到很底 他还是脏脏的 那你可能就要继续磨 但是你继续磨的话 像这种的话 像这个东西的话 你在磨的话 你就你就不能用力的 你就不能用力的去磨它 你就要轻轻的在表面上很快的去滑动 就这样子 就轻轻的像我这种 轻轻的滑过去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他不会太深 第二个他还是会有磨的效果 再做一次就轻轻的 这样子 不是一直压住 不是一直这样压住 一直抹 你要轻轻的 所以其实你看你去抹 他的指甲就会有磨的 以后他又会干净 所以你就是等于说你这样抹 至少 我是认为说至少 哇这都屑屑了 等下再轻 至少这个会比你 会比你有病变的指甲好看 所以我的前期是 你磨到如果很底的话 你应该是要去看他还有没有脏脏的 如果有脏脏的 你还要继续抹 那如果已经有比较好了 你就不要抹了 你就是让他长一下 那流血的部分 可能 里面如果有那个脏脏 或什么 你有的地方去抹 他会流血是正确的 因为他里面有受伤 所以你要让那个血流出来 那那个血流出来 你把他 那个地方流血 你要把他擦干 再磨掉磨干净以后 他就不会流血了 他就是变成一块肉 补通的地方 就是这样 那你说在磨的过程 如果这个会不会感染 或什么 我建议你就是 要清洗以外 就是用卫生纸把那边擦干净 然后用水沖一沖 平时穿 宽松的鞋子跟拖鞋 然后让他再长 然后你不要去 不要一直去看他说有没有好 你就是尽量把他一直处理干净 干净干净 然后有一天你会再去看他 的时候就发现他好了 而不是整天一直看说 这边怎样这边怎样 你整天在看 只是说有没有干净 比如说你一直发现这边 黑黑的黄黄的什么 你就把那边磨一下磨一下 你不一定要一次就磨到最干净 你反正你就是一直磨就对了 那当然如果你比较严重的 我会建议是磨深一点 就是把最底面的一定要磨干净 所以我的用意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磨干净 他还是会长出来 代表你那边没有磨干净 好吗 那我要再讲一遍 那我要再讲一遍 这个方式是我希望能救到一些 你真的就是束手无策的人 就是因为我束手无策的人 因为我就是这样好的 那我这也没有做假 我是真的这样好 而且我那个不是单纯的黑青 不是瘀血 我是被诊断是有灰指甲的 那我会认为说 其实你有瘀血或一些什么 也很容易会有黴菌感染 因为那边有受伤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们就是可以去试看看 那如果你觉得说没有效或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你是不是在过程中 你又去穿很紧的鞋子 或者是你的环境 你必须要去 像如果你还是一直在运动或什么 或你一直在压迫他 他就不会好 所以你如果磨这个的话 就是磨完了以后 我建议是你就是要休息 穿宽松的鞋子 还有你用这个再磨的好处就是 我如果磨干净的话 我至少我还可以穿拖鞋出去 你今天坊间你要涂一些药 泡一些醋或一些什么 你会发现你的指甲一样很丑 那你很丑很不好看 你就不敢穿鞋子出去 穿拖鞋出去 因为我是很喜欢穿拖鞋的人 可是如果我发现我脚趾很丑 我不敢穿拖鞋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 我是这个方法是 除了干净以外 我可以穿拖鞋出去 因为至少我那个指甲磨得很干净 人家看起来是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没有指甲 可是一定会比你原来这样 黄黄黑黑脏脏的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要插那个点酒 那就完蛋了 等我一下 你要插这个 插这个点酒的话 就一定会黄黄黑黑脏脏的 所以我会不会建议说插点酒 原因是优点 因为你的指甲还变得很丑 所以今天就是这一集就到这边 我希望说把这个六个的问题 比较常问到就问一问 那你就不要再一直留言 因为你留言的问题都是这个重复的 那如果你觉得说我的方法你愿意去试 你就去试 因为我之前就是擦很多的药都没效 如果你今天有效 你也不用来跟我讲 你自己去拍影片来造福大家 但是我不希望说你是一直在那边卖药 或者是在用什么东西 因为你的东西我都试过了 我都没用啊 那我用一个很天然的方式 把脏的地方磨掉 让它长出来新的东西的话 反正你都医不好了 你给人家用多少的药 你尝试了多少的什么神油神药都没用 你今天你看了我的影片 我已经提供你一个好的方法 你要去试啊 你试你又没有 我又没有给你收钱 你还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 我是觉得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啦 我已经是进我的 我是做一个分享 我是希望分享说我的方式给大家 那你不管有没有怎样 你都不会有损失啊 因为你都做 你都救不了了 你今天看了我的影片 也许我救了你 你就赚到啊 那没有成功也没关系啊 因为我又没有要赚你的钱或干嘛 而且你 你如果 你自己想一想 你擦药或什么 你花多少钱了 你有笑吗 那你没有笑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去问药商 为什么没笑 那他就说你擦的时间不够吗 还什么 那你继续擦 你就不会去骂人家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你死马当活马医了 但是我是会认为说 你们也是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 我已经 就是提供一个方式让你们去试 那我自己试试有成功 所以我才拍这个影片 好吧 那这一集就到这边 还是希望会对你们有帮助 我的出发点是很单纯 就是说 我希望我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你 这样子 好吧 那这一集就到这了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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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